丈夫的生日派对上,妻子送给丈夫一份大礼 这个女医生拿着一把手术刀,朝着犯错的丈夫走去 当众将剪刀插进了男人的胸膛 男人直接掉线,在场的嘉宾们都吓傻了 随后女人听到儿子在呼唤自己 原来这一切都发生在女人的意识里 她守住了最后一丝理智,继续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 丈夫对妻子进行了深情告白 场下观众一片欢呼,这样的场景真的很讽刺 女人没有揭穿,甚至挑衅的吻了丈夫 这样大小姐心里很不舒服 表演完的男人赶忙跑到大小姐旁边 暗中牵起了她的手,这些都没逃过女人的眼睛 久过三旬,丈夫和一个朋友打了起来 妻子为她处理伤口的时候,故意提到会长的女儿 可丈夫却说自己不认识这个人,随后又开始对妻子告白 毕竟这么多年,她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 一直是妻子出钱支撑着她的导演梦 女人感到一阵阵恶心,随后便离开了派对 这一边,丈夫和富家小姐钻起了小树林 家里,妻子已经清通了丈夫所有物品 女人找到闺蜜,质问她为什么要联合丈夫欺骗自己 闺蜜自知理亏,说了一大堆废话 妻子狠狠训斥了闺蜜,便直接将她撵了出去 晚上,丈夫醉醺醺的回到家 妻子没有把她赶走,她思考了一晚上 为了让儿子有一个完整的家,她还是做出了让步 第二天还和丈夫例行公事的拥抱 本想一点点放下,让丈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可任性的大小姐,便直接闯进了女人的办公室